凍膜美膚三明治 精油的气息 后敷之后再来三明治的第二步骤 就是敷上片状面膜 由于片状面膜呢 更能够迅速的将动膜厚厚的动膜 让它完整的被肌肤所吸收 敷上了 确保这个面膜已经很完整的服贴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10到15分钟的时间 15分钟到了之后呢 接下来取出 然后我们拿出一片化妆棉 然后将同系列的化妆水倒上 然后用这片化妆棉沾化妆水呢 然后把脸上残余的面膜动膜把它擦掉 这样擦拭干净之后 就不需要再用清水冲洗 就完成了密集护理肌肤的美膚三明治 你学会了吗